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映通关之后的刺激效应开始减退 私营经济的活动升幅持续放缓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关的情况 有 事实上虽然疫情恢复正常 但我留意到最近很多商店甚至食市 都有为经营成本上升 部份冬主更有机会申请破产上还债务 有些朋友好奇查询 破产人士可不可以买保险或者获得理赔呢 我今期就想和大家谈一谈破产后的保单安排 相信大家都想知道 假如持有的保单有现金价值和红利 破产之后会如何处理 根据现行的法例 当有关人士申请破产后 破产管理处或其受托人 亦都会接管当事人的资产 包括要求保险公司 终止破产人持有现金价值或者保单 红利的保单 假如保单里面有现金价值或者红利的话 受托人可能就会安排 将他有关的收益来抵债 值得留意的地方就是 在破产另生效的期间 破产人是不可以用自己的收入 甚至去的资产去买这个新保单 而破产期间 破产人以受益人的身份 获得人寿保险的赔偿 都会有机会被归纳在破产的资产里面 可能亦都会作为这个上债的用途 有关的情况是需要视乎 破产管理局和受托人的安排 那破产之前将保单转给家人 可否避免以保单收益来抵债呢 这个做法或者想法是不可取的 因为这些可能会被视为资产转移 一般情况之下 破产人在破产前两年的资产转移 可能会视为无效的 假如发现破产人透过资产转移 而欺诈债权人 有关的资产甚至会被冻结 最后亦都会用来上还债务 那就明白了 没有储蓄成份的纯保险 例如医疗保险又会如何处理呢 一般的情况下 破产人可以继续保留这些保单 但他们不可能再是自己去供款 必须由第三者去交这个保费 举例来说 破产人士可以将保单持有人 转回成他们的配偶或者子女 由他们代交保费 而自己只是当初受保人 同样的道理之下 如果破产人曾经为家人购买了保险 而他只是以受托人身份 为家人持有保单 相关的保单赔偿也不会视为 破产人个人的资产 或者受到他的债务所规限 但是破产人就不能再为保单 缴付这个保费 那强积金的类算权益 会不会拿来偿还债务呢 强积金方面 根据强积金条例 只有几种特殊的情况下 可以在65岁之前 提取这个强积金 而当中也不包括破产 除非当事人在破产另生效的期间 刚刚就会65岁 否则这笔类算权益 是不会作为常还债务的 尽管破产会对保单持有人 带来显著的影响 不过在部分的情况之下 破产人仍都可以 以受保人的身份 获得相关的保障 所以我鼓励大家 要及早做好理财的规划 可善做好风险的管理 亦都可以为自己和家人做好保障 以免突如其来的支出影响财务的健康 多谢会长今天的宝贵分享 未来我们会举办更多不同类型的活动 保协在这里承邀一众会员同业 和港大的市民积极支持和参与 攜手推动协会和行业迈向新里程 如果大家想获得更多的资讯 记得关注LUA Channel 保协频道 我们将会有更多的行业最新消息 和资讯分享给大家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